超高齡社會 日本為了要刺激生育 對育嬰祭出了福利政策 男女都可以享有 一年的減薪育嬰價 而迎接第一胎的新手爸爸 還可以分開來請兩次 但是在工作第一優先 男女角色傳統是 敬畏分明的日本社會 職場對男性育嬰接受度 比較低 去年實際用到的男性 就只有百分之六 而且有七成的人 他們請假 都沒有超過兩個禮拜 東京的年輕爸爸小川 去年五月迎接兒子出生時 只請了四天育嬰價 但他隨後決定行使 新手爸爸第一胎 才享有的權利 再請第二次育嬰價 這次休族半年 專心在家照顧孩子 餵飯、患尿布、親力親為 充分感受為人父的喜悅與責任 不過小川的案例並非常態 東京一家小型建築事務所的建築師 平鶴 家有五歲兒子跟三歲女兒 卻只有在假日才能享受親子時光 為挽救人口負成長 超高齡社會的趨勢 日本的育嬰制度比一些歐洲國家還慷慨 父母雙方都可以用留職減薪的方式 申請一年育嬰價 但對男性而言看得到吃不到 因為傳統職場文化把工作放在家庭之上 多數人成長過程中 爸爸總是忙著加班工作 儘管時代在改變 請育嬰價還是被視為不負責任 為同事貼麻煩 回到公司上班甚至可能遭受排擠 官方統計 2018到19才任年度中 申請育嬰價的職場女性高達82% 男性只有6% 還不到官方目標值的一半 而且其中超過七成 請假天數都不敢超過兩個禮拜 鼓吹男性光明正大 修育嬰價的民間團體認為 應該修法增加強制力 就像先前政府為了防止過勞死 推動的勞動法修正案一樣 要祭出法則才能見效 高人氣的日本環境大臣小泉晉次郎 今年首開內閣大臣先例 在寶寶出身後 以個人休假跟遠距離視訊工作 彈性請假兩個禮拜 希望帶動社會接受男性育嬰價的風氣 雖然強調不會荒廢政務 但還是引發了爭議批評 讓他感嘆日本社會仍然太守舊古板 統計顯示 如果企業文化允許 有三成男性會願意修育嬰價 厚生勞動省準備從公務員 推動男性修育嬰長假 也跟非營利組織合作 設法改變根深蒂固的社會觀念 營造更有人性的育兒環境 記者社會中整理報導 記者 李宗盛